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生物科技系曹哲嘉 在这一系列的影片里面,我们要谈一谈一个生物科技的应用 是如何利用遗传学的方法来防治病霉纹传播病毒 这一系列影片我们要介绍三种方式 这一则影片是第一种方式,基因改造斑纹 在2023年的夏天,登革日是南台湾所遭遇到的一个严重的工贵事件 在台南街头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旗帜,来警戒大家要小心提防病霉纹的资深 那其实同样的状况,在2015年台南也曾经爆发过一次大流行 登革日是一种斑纹,埃及斑纹所传播的 登革日是由登革日病毒所引起 当埃及斑纹叮咬了感染了登革日病毒的病患之后 病毒就进入到斑纹体内,经过约一个礼拜以后 他在叮咬了第二个健康的人 他就将病毒从第一个病人传到第二个病人身上 让第二个人发病 除了登革日之外,在2015年,巴西突然发现了患有小头症 这样的病患急剧的增加 那所以小头症是指婴儿出生之后,发现他脑部的发育 跟正常的婴儿相比,脑部发育有异常,所以头比较小 那这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 科学家发现,茨卡病毒是造成新生儿小头症的主要原因 而茨卡病毒也是由埃及斑纹所传播的 所以当埃及斑纹叮咬了带有茨卡病毒的病患之后 再去叮咬健康的人,他就会将病毒从一个人传到第二个人身上 而如果被感染的人是一个孕妇,就会造成新生儿脑部发育的异常 而造成小头症 这张图所显示的是冬季均温大于10度C所在位置 这些热带区域也是登格热跟茨卡病毒所盛行的区域 而这些区域也是埃及斑纹所分布的区域 埃及斑纹的分布曾经受到控制 在1930年代曾广泛分布在美洲的许多地方 但是由于化学喷药、化学防治技术的进步 在1970年代分布区域变小 但是现在要重新肆虐于绝大多数的美洲地区 原因可能是因为气候变迁、人类活动、漆地的破坏 以及第三个原因,这些蚊子对化学喷药产生的适应以及抗药性 除了埃及斑纹会传播这些病毒传染病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病媒纹叫虐纹 它会传播由虐原虫所引起的虐疾 所以我们必须控制这些病媒纹 那要如何控制呢? 第一个手段当然是公共卫生的手段改善环境 第二个我们可以利用杀虫剂进行化学防治 那还没有其他的方法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影片中 我们要介绍如何运用遗传学技术 在生物科技上面来控制病媒纹 我们要介绍三种方法 那在这一段影片我们要介绍第一个方法 基因改造斑纹 我们以英国的生技公司Arcetec 所制造出来的OX513A基改斑纹为例子 它们是利用基因转值技术来改造埃及斑纹 那它们想法是将人工培育的基因改造过的雄纹、成纹 释放到自然的环境中 让它跟野生的瓷纹交配 那它们想办法设计 让生下来的子带无法在野外存活 这样就可以来消灭野生的族群 这个基因改造斑纹OX513A 是一个基因转值的斑纹 那所谓的基因转值 我们是先利用遗传工程跟重组DNA技术 来设计构建一段重组DNA的构建物 那将这样的构建物转到斑纹身上 那这段构建物的设计 首先它带有一个TTF这个基因 这是一个致死基因 当这个基因高度活动表现的时候 细胞会死亡 在这个致死基因的前端 我们有一个控制基因开启的开关叫启动子 这个Tet07的启动子是一个特殊的启动子 我们可以利用添加Tetracycline 四缓酶这种药物 来控制基因的开启或关闭 我们加了Tetracycline 基因就会被关闭 我们不加Tetracycline 这个基因被启动 因此在实验室培养的环境之中 我们会加Tetracycline 关闭这个基因 而当幼虫在成长的环境里面 没有Tetracycline 那这个致死基因就会启动 造成个体的死亡 此外 另外在这个构建物上 我们也另外加入了一个筛选的标记基因 这是一个荧光蛋白的基因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荧光 红色荧光的有无 来确认说这一只蚊子 是不是基因改造的斑纹 所以首先我们先在实验室或生计公司的培育场里面 添加Tetracycline 来抑制这个致死基因的表现 那将幼蚊养成成蚊 接下来我们可以筛选出雄性跟雌性的成蚊 因为它们两个不同的特性 那我们将人工培育的雄性成蚊 大量释放到野外 让它跟野生 这个是野生的瓷纹交配 那交配后产下了后代就将转值的基因 从氢带传递给子带 而这个杂交种的子带带有这个致死基因 前面受到这个启动子的控制 但因为在自然环境里面没有了Tetracycline 所以这个致死基因就会启动 让个体死亡 所以在巴西Arcytec公司 首先做了一个田野施放的实验 在这个图中 横轴指的是不同的时间点 纵轴指的是文字的数量 那这里有两组实验 一组是传统利用化学喷药处理的地方 以红色的BAR表示 另外一个是施放Arcytec基改斑纹的区域 是以蓝色的BAR表示 那我们可以发现 从开始进行化学防治 或是这个基改斑纹的处理之后 蚊子族群的数量都减少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化学喷药的地方 蚊子的数量又重新增加 而适用这个基改斑纹的地方 蚊子还是维持在相当低的数量 所以显示我们这种基改斑纹 比传统的化学喷药引起可能的抗药性 来相比较 那基改斑纹更能抑制野生斑纹族群的扩张 那除了在巴西 那经过一番的争论跟讨论之后 最后在2021年 也在美国佛罗伊达一部分的地区 Arcytec也释放了这个基改斑纹 来进行田野的实验 但是因为这些蚊子是基用基因转值技术 所做成的基因改造班蚊 所以基改这个名词引发民众忧虑跟疑惧 所以在释放到美国之前 其实经过漫长一段时间 很多的草根团体 或者是环保团体等等 都提出不同的意见 那甚至有一些错误的消息 那经过种种的辩论讨论以及说明之后 终于可以在美国进行田野施放 那除此之外 的确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些因素 比方说 我们是利用Tetracycline 来控制致死基的开启跟关闭 那如果在野外的环境里面 因为抗生素滥用 而让野外的Tetracycline背景值很高 这样就破坏了我们原先所设计 利用Tetracycline的有跟无来控制 它的关闭或开启这样的设计 因此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 那除了考虑到野外Tetracycline背景值之外 另外我们还有一样要考虑到的因素 就是我们利用基改的雄纹 来达到这个抑制野生族群的目的 那它必须要跟野生的雄纹来竞争 跟野生雌纹交配的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要大量的投放基改雄纹 所以投放的数量 投放的频度 投量的范围 都必须要仔细的设计跟控制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好 最后让我们做个小总结 由于气候变迁 气地改变 以及化学喷药所引发的抗药性 那目前以这代病门为中间宿主的传染病 变成危害人类公共卫生的一个问题 那这一系列的影片 我们介绍如何运用遗传学的知识跟操作 用在生物科技上面来控制病媒纹 那在这第一段影片里面 我们介绍了基因改造的方式 那我们利用基因转植技术 制造出来的基改斑纹OX513A 它带有一个可以控制 诱导它表现的致死基因 那我们把这样的基改雄纹大量也放到野外 让它跟野生的瓷纹交配 而将基因转植进确的基因传递给子代 但在野外中 因为这个致死基因不受到抑制而可以启动 最后把子代杀死掉 进而抑制出斑纹的瓷神 所以这是一个目前已经研发出商品化的一个品系 而且在巴西跟美国都有田野释放的实力 但是这样是一个基改 由于基改被污名化 所以常常引发民众的疑惧跟抗议 在实施上面容易受到阻碍 那这是我们掌用的第一个方法 那这个系列影片 我们还有其他的两种方法 请同学观看其他的影片 谢谢